一改先前悲觀態度 聯準會主席鮑爾 11月30號出席智庫言說時 不知樂觀預估通膨有望降溫 還接著釋出鴿派訊號 市場高度預期 12月只會升息兩碼 而不是三碼 但至於明年有沒有望降息 鮑爾則堅持過早的寬鬆政策 將會是個錯誤 雖然升息決心不變 但聯準會放歌 已經足夠讓市場嗨翻 12月1號 每股道雄指數大漲737點 邁入牛市 標普500指數及納斯達克指數 分別漲了超過3%與4.4% 至於費城半導體指數 表現也亮眼大漲5.8% 另外包括Meta股價大漲7.9% 微軟漲幅也超過6% 蘋果與亞馬遜表現都不俗 分別漲了超過4.8%與4.4% 就連台積電ADR也漲了4.6% 鮑爾給出定心丸 讓資金回流股市 至於另一頭歐元區也有好消息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0% 是17個月來首次下滑 尤其南遠與食品價格稍稍滑落 讓德國西班牙11月通膨都有下滑 法國則維持在6.2% 市場就預估 歐洲央行12月的升息幅度 有望縮小到兩碼 各國抗通膨之路 終於看見曙光 進行理解大人報導